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家门口获得韩国公开赛冠军以及中国公开赛冠军亚洲杯季军 2002年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队获得三金三银 2005年代表北京队参加全运会获得三金两银 2009年代表北京队获得全运会冠军为北京队夺得首金 首先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台湾道最基础的一个动作 就是横踢腿 后腿横踢 首先我们是和拿把的人的距离大概是一米左右 站你的击打距离 然后实战室准备好 实战室步伐跳 看准目标 首先我们要提膝 膝盖要提过腹部 提膝 转胯 弹腿 落 这是分解动作 连贯动作 连贯动作 在平时的训练中 横踢腿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 不走直线 在你踢肌的时候 很多队员会从外侧去要 但是台湾道动作所有的都是直线攻击 以身体的最近距离去走 所以说提膝是要紧贴 你要踢右腿 然后你的右腿是要紧贴着左腿去走的 向前 在踢肌的时候 很多队员也会踢完以后 重心就回来 所以说在谈到横踢腿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进攻的腿把 踢完以后 重心一定要向前落 准备第二次踢肌 在横踢腿中 也容易出现的一个错误 就是在踢肌的时候 支撑脚不旋转 不旋转 这样你的腿就不能打横 知道吧 就容易形成膝盖向上 脚背向上 这个脚 如果这样踢肌的目标 是很容易拉伤膝盖内侧的 所以说在踢肌的时候 下面一定要旋转 支撑脚一定要跟上 然后在你弹腿的时候 弹出去以后 弹到动作是一定要有收腿的 不能踢上 直腿落地 一定是踢肌 收 一定是踢肌上以后 膝盖收回 在横踢的练习中 我们也可以有几种方式来练习横踢 首先我们先来倒地 躺在地上 走 支撑地面 然后膝盖抬起 下腿打直 手 做出一个防守动作 弹腿 一 二 三 四 大腿不要动 一定是练习你的弹腿 这样我们有助于练习 在你踢肌的时候 踢完以后收腿 踢完以后收腿 这个大概我们每面 每个腿要做二十次 对 做完以后 然后换腿 在这个练习中 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踢的时候 手 一定还是实战式的状态 保持好防守的状态 然后进行踢肌 好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扶着墙 好 找一个支撑 然后练提膝 膝盖一定要是一定过腹 支撑脚旋转 转横 落 这个时候就不要弹腿 我们把这个动作 横踢分解了 在支撑腿 支撑腿旋转的时候 一定是脚掌 脚掌旋转 千万不能做成后脚跟 旋转 这样你的中心不稳 因为我们中心是向前 所以说要脚掌来旋转 然后再把中心压到踢肌腿上 我望 我望 我们上来 我们下集什么 我们下集什么 怎么办 在这座 我看 你们下集什么 你 现在 我看 我看到 你 我看